我决定回馈给支持我的粉丝朋友 不送礼物,直接送现金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宴 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更新影片了 对不起 很多人可能很好奇 我这个月到底去了哪里 是不是要放弃YouTube频道 难道我不要再拍片了吗? 其实不是 我除了经营YouTube频道 我还是一名YouTube讲师 我在8月份的时候呢 就推出了一对一的网红培训课程 由于是客制化的课程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忙碌 除了要和学生沟通上课的时间 我还要翻阅他们的资料 分析他们的YouTube还有Facebook频道 看看哪里还有改进的空间 由于每个人要学习的内容都不同 我要花时间备课 所以这些呢都耗了我不少的时间 虽然很忙碌 但是爆名的学生真的出乎意料的多 让我非常感动 有出版社老板 幼教老师 资深艺人 婚礼主持人 网络歌手等等 甚至有国外的朋友报名参加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 同时我也很荣幸 在这个月呢 接到了很多的业配 有受伸广告啦 拍赌广告 美食摄影 慈善中心的拍摄等等 不过这些案子呢 我都是担任幕后 所以呢 我就没有上传到我的频道 其实呢 我一向来都是很想担任幕前 但可能是因为我样子不够帅的关系 虽然很多商家呢 都很喜欢找我担任幕后 唉 讲得多心酸 不过 往好的方面想 正是一名商家呢 没有找我担任幕前 所以呢 我所有的原创歌曲呢 都没有任何的商业元素 都是法治内心的创作 8月29号呢 是我的生日 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我有公开让大家送我礼物 可是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的收入都面对很大的问题 有的人散散不计 有的人被裁员 有很多的大企业都面临关闭 感谢老天爷 我很庆幸呢 在这场灾难中存活了下来 所以呢 我希望所有的粉丝呢 把钱收起来 不用送我礼物 反过来 我决定回馈 给支持我的粉丝朋友 不送礼物 直接送现金 我决定 自掏鸭包 送出800令吉 开放给8个名额 每个人可获得100令吉 这个不是有奖比赛 而是一个援助金 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 低收入或者是失业的朋友 你只需要在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下方留言 告诉我 为什么你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想申请这个援助金的原因 我希望呢 这笔钱可以帮助到 真正有需要帮助的朋友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财务危机 千万千万不要来申请 让我们把这笔钱 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好吗 影片的尾声 我想感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 有的人已经follow了我很多年 感谢你们的不离不弃 同时今年生日我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Google 还有维基百科 已经正式收录了我的个人词条 这证明了我在网络上 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 还有搜索量 今年我的生日愿望 就是希望疫情早日散去 全世界都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作 希望全部人都不要再为金钱而烦恼 如果你正在追求梦想 我想告诉你 一定要坚持下去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现在正在努力的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还有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是马来向南台仲兵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